眼前这辆2005款的劳斯莱斯幻影 便是Tim花了37000美元从网上净拍到的 可能大家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会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损伤 主要的问题都集中在车辆的左侧 从前到后刮得比较严重 特别是后门这里需要做大量的板筋恢复工作 这辆车在美国的Copart被定义为全损车 因为车铃15年了 而且它整个的维修过程费用会非常的昂贵 所以Tim就把它给拍了回来 打算将其修复好 然后用于汽车的租赁行业 里面的门板跟内饰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他自己给拆掉的 因为他要对内饰进行完整的翻新 这个前一子板也是他之前进行的修复 原本是买了一个部件 这个一子板花了3000美元 但是后来他觉得还不如用原车的 所以自己把它修一修就搞好了 现在这已经是到了重新做完期的工序 后续只要把面期再做一下喷涂就可以了 像前门到后门的这个刮擦 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对于全旅的车门而言 人家说这个东西没办法修 只能整体的更换 所以买这一个全新的车门 大家注意是一个车门要花费11000美元 而且这个车门还不包含里面的内饰板 只有外面的这一层铁皮 就是整个的一个车门骨架 对于他而言 这个维修费用太贵了 所以在后来 他就废了一番波折 终于找到了两个二手的车门 一个车门报价6000美元 为什么说是两个车门呢 因为一个前一个后 所以后续还是要看一下 他如果把那两个车门买回来 那么就可以直接装车 但是像现在这个车门的情况 他还是有可能会想方设法 尝试去修复一下 毕竟前门的损伤 看着还不是特别的大 而且这辆车 又是用于日后公司租赁用的 所以没有必要去追求过分完美的维修 但是对于后车门 这一块的损伤就比较不好处理了 特别是后翼子板这个地方 不过这个位置并不会用于切割 因为里面是空的 它要装轮眉 而且这个后车门是反开的 大家能够看到 这个位置特别的软 它用手稍微一用力 就可以拽出来一点 像这一块车身 重新做一下板筋 大概在腰线的位置 全部都给它打磨一下 然后重新做漆就可以了 后轮的内衬板也是被拆掉了 而且 这个车的轮圈上面 还有一些损伤 这辆车用的是285的大胎 在轮圈这里 咱们能够看到 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不是很严重 但是像这种问题呢 也要去送走进行修复 然后整个轮圈重新进行电镀 不过车身的右侧 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其实这辆车刚刚看到的时候 大乖也误以为 它是一辆全新的劳斯莱斯幻影 也没有想到它 居然是一辆事故车 而且还是一辆 被定义成全损的事故车 后备箱里面的这两条装饰件 用Tim的话来说 就是非常的耐丝 大概值几百美元 就这么两条塑料件 几百美元 真是不敢想象 这车的零整比有多高 而且对于劳斯莱斯幻影这款车型 说实话 看着前脸非常的霸气 但是看到车尾的时候 大乖个人觉得 整个车尾不是收得特别漂亮 不过就有很多朋友 特别喜欢这种所谓的英文风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时刻了 来看一下副驾这边的车门 劳斯莱斯经典的对开门设计 显得非常的豪华高端 当然曾经也有朋友开玩笑 说不买这辆车的原因 就是因为后门装反了 坐在这辆车的后座 它里面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宽裕的 而且 这里还有一个小桌板 除了这个小桌板之外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设计 虽然是一辆2005年的车子 但是整个内饰的豪华程度 不用大乖多说 就算是放到现在 也不是很过时 这辆车的内饰是米色的 Tim后续很有可能会对其进行翻新 他说是想把所有的内饰 全部都换成黑色 但是大乖个人感觉 其实黑车配合米色的内饰 非常的经典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耐丝 如果变成纯黑的 就显得特别的年轻化 这边它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乘坐的空间 像这款车 乘坐空间就无需多说了 而且这个后座 大家可以看到 它前面没有特别的向前靠 在这底下是一个脚踏 贴膜的原因 也是为了保护内饰 因为日后用于租赁的时候 还是对于内饰 需要有一定需求的 而且这个脚踏 有三个位置可以自由的选择 不过这个脚踏 就显得比较原始一点了 因为现在很多的车型 都配有电动版的脚踏 这上面还有一个化妆镜 而且应该是带灯的 另外 在关这个车的车门的时候 就在C柱这后面有一个按钮 直接按上之后 你不用手动 去关这个车门 它会自动地关闭 并且 这个车门还带有限位的机构 就在下方这个位置 它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来调节车门开启的角度 像这些配置 在很多的豪华车型 上面都是没有的 而在劳斯莱斯身上 却非常地常见 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说 就是你有的我有 你没有的我还有 这就是劳斯莱斯标配的那把伞 据说这么一把雨伞 都价值上万美元 玩一下还要收好再放回去 毕竟这些东西 对于这辆车而言 是不能少的 对于这辆车而言 其实在最初看到车子信息的时候 大乖是有一点点震惊的 就是作为05年的一辆老车 虽然车龄有些高了 但是发生这么一点事故 直接被判定为全损 感觉还是有一点夸张了 不过后来再想一想 这辆车在美国购买时候的价格 包括这些年的贬值 以及这辆车需要维修的成本 保险公司把它定位全损 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来启动一下车辆 看看发动机是个什么情况 该车搭载的是一台6.7升 V12的自然吸气引擎 最大可以迸发出571匹的马力 峰值扭矩720牛米 这辆车发动机的声音 并不像一些超跑一样 一旦你启动 你就知道它是一辆豪华车 这辆车就给人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沉稳 而且这辆车的发动机 有很多的零部件 跟宝马是通用的 所以对于发动机方面的修复 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 甚至很多零部件买起来 也相当的容易 把车子开回家之后 紧接着Tim便对受损的车门 进行了板筋修复的工作 看样子是不准备换车门了 前门还比较好修 但是像这个后车门 跟后面的翼子板 它们将会成为 该车在修复过程中 最难的问题 大家应该能够看到 这个刮擦的地方非常严重 很多朋友看到这种损伤 可能会说了 小刮擦好修复 稍微做一下板筋处理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要想象得到 这是一辆原来价值 38万多美元的劳斯莱斯 像这种损伤 如果放到经销商的售后 那么肯定是需要换新的 而且在这之前 他也询问了经销商 这两个车门 一个是11000美元 就算是去买二手的 也要6000美元 所以整体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 思来想去 他还是想自己来尝试修复一下 像这种损伤的板筋修复 如果放在一般的轿车上面 其实非常好处理 因为咱们的轿车 它整个车身的材质是铁的 但是这辆劳斯莱斯幻影 它整车都是铝制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传统板筋 拉拽的修复方式 去给它处理好 最发愁的 还是后面的翼子板边缘这个位置 因为它在两侧 其实都有空间 可以把手掏进去 但是这两侧 它在翘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因为这边如果翘过了 那么另外一侧 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并且 整体的操作空间 也不是特别的大 咱们能够看到 它在翘的时候 也是在后面垫上了一块方木 这样可以防止门框 受到没有必要的伤害 像这种方式来修复 对于这块的板筋 可以说是能够修复出来80% 因为有些小的凹陷 实在是太难处理了 不知道后续 它会不会采用刮逆子 或者是补锡的方式 来把它找平 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 说它 为什么没有拆掉轮胎 因为它在翘的时候 在后面也需要有一个借力点 现在已经不用翘了 所以它这边是要拆掉轮圈 像这个轮圈 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要送走维修 更换是不可能了 这个东西的价格太贵了 而且已经是2005年的车子了 整体来说 还是因为出去做租赁 所以 没有必要去把能够修复的东西 全都换掉 咱们可以看到 这个后翼子板内部的损伤 并不是特别的严重 而且在这里 它也是采用了一下加热 大家要知道 这个铝制的车身 一旦变形之后 重新恢复 其实特别的难 因为它的金属硬力已经改变了 也有一些朋友在讨论 说 特斯拉它也是很多的车身 采用了全铝车身 甚至还采用了一体化的锻造 大乖在这里 也要跟大家说明 其实不是全铝车身不好 主要就是这个东西 它的造价会比较贵 而且针对于这些东西的维修 之后会产生的一些费用 相对来说也会更贵 当然 大家在买车之后 肯定不是说用来撞的 但是你在买车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一部分的问题先想象到 不知道在劳斯莱斯的车门上面 砸大锤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有很多朋友 估计一定会想八十八时 大乖觉得 在这上面喊八百八百也不为过 这个车门你砸几下 给它砸好了 把它恢复了 你就能省六千美元 这样还是非常合算的 现在还要继续一字版的操作 也是一边烤一边敲 因为之前的变形 已经干涉到这一侧车门的开关 所以 这一次 也是经过一些简单的调整 先保证车门能够正常地打开 这边的变形位置不太好弄 而且Tim也不太愿意拿锤子直接去砸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借住了一个橡胶锤 这样可以尽量保护这个车身的漆面 其实对于车门边缘 发生这种折痕 会导致车漆从上往下开裂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 就是 车漆一旦开裂 那么只能是整扇车门 给他把车漆铲掉 然后重新做漆 大家看到车门上面这一条小的白条 因为大乖车上面 也是在当时没有注意的时候 自己磕到了家里面门上 导致裂了这么一小块漆 当时想去做处理 但是后来觉得 没有太多的必要 所以我就往上面涂了一些蜡 然后用了一块黑色的电弓胶带 给它粘住了 这边想处理一下车门上的刮擦 这一条的刮擦 还有一个比较难的一点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条加强筋是斜着的 就是 它比的这个方向 所以在中间这个部位 你没有太多的办法去给它敲出来 而且大家能够发现 这块板筋 它的金属硬力是向内凹的 你推出来 它就弹回去 推出来 它就弹回去 这就是屡制车身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在之前就考虑整个换掉车门 由于价格太高了 才考虑到自己修复 咱们也是趁着Tim在做板筋的时候 来聊一聊劳斯莱斯的动力核心 就是它的动力驱动系统 它的整个引擎 其实是专门设计的一个自然吸气式60度V12发动机 再配上6速的自动挡变速器 它的扭矩输出曲线 几乎都是平缓的 在转速1000转的时候 就已经产生了500牛米的扭矩 这已经是它峰值扭矩的75% 它的发动机转速 在3500转的时候 可以达到峰值扭矩720牛米 对于边缘的位置 最终还是采用了一下拉锤 这样整个板筋的修复工作 暂时就到这里 因为它的车门已经可以正常地开启 这辆车它的车身自重达到了2.5吨 但是从静止加速到100公里 仅需要5.9秒 最高时速可以高达240公里 很多朋友都知道劳斯莱斯很贵 而且也知道 它是世界上著名的豪华汽车品牌 但是大家可能不会太多地理解 它到底贵在什么方面 我们首先不谈论车身用的材料 还有它的发动机 以及一些比较奢华的技术 咱们就单从内饰这一项上来说 以两劳斯莱斯 它的内部装潢就要用掉16张瘦皮 一种是天然纹理级 用于做座椅 另一种是有质纹的相边级 用于做门撑和中央的控制面板 为了保证所有皮革切割的精确性 全部皮革切割 都是采用激光导向的切割方式 而且 这辆车在内饰方面 还会采用大量的木质装饰 它一般采用的木材呢 有桃花星木 北美的博尔胡桃木 峰木 黑鹅掌秋木 以及来自于欧洲的橡树和鱼木 色泽和情调上面 随着使用的木材不同 也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但是所有的做工质量 都是非常棒的 还有一点 就是劳斯莱斯幻影 也提供个人定制 而且它的手工工艺范围 也是非常大的 相信很多朋友最知道的 就是在劳斯莱斯幻影内部 加装一个酒柜 现在车身经过大量的板金工作之后 对于车门这个部位 Tim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只要稍微往外一推 它这一块就出来 再一摁呢 它就回去 像这种金属硬变 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处理 现在只能够是通过火烤的方式 而且在烧的时候 还不能一直烧 要防止把这个铝材给它烧穿 所以在烘烤到一定温度的时候 就需要用到湿毛巾来给它降温 因为你也不希望 自己的车身上面有一个洞 然后再用补锡 或者用铝补 都不是最好的 很多朋友都说 像这种损伤 直接打磨干净 给它刮膩子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这么一辆劳斯莱斯 Tim还是想尽量采用原车的板金 少用逆子 不知道在劳斯莱斯的车门上面 灰锤是什么感觉 大家也不要去勇敢地尝试 因为像这一类的车型 我们尽量还是离它远一点 可能说出来 你们不太相信 这两个车门 外加厚一子板 这点损伤的板金工作 Tim一起是做了15个小时才完成 这也是对于这辆车 属于精修的一个过程 因为板金工作 其实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要做 而且在后面 还有7年的打磨 包括重新补锡或者是补逆子 最终再重新喷漆 整体的车门修复 才算正式地完成 俗话说得好 慢工出细活 经过一番考虑 Tim还是想选择补逆子的修复方式 但是在刮逆子之前 他还是需要先把车门 那一块的凹陷给弄好才行 他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最后决定用这种发泡胶 像这种 其实就是一种泡沫 经过A组分和B组分去结合 然后形成这个泡沫的固体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支撑的目的 而且 这一块不用挤很多 因为 在车门里面有一条加强筋 挤在加强筋的后面 这样 就可以把凹陷的那一块顶出来 让它不会再次回弹 在操作之前呢 它也是做了一些小的摄像 这边大家能够发现 它在盒子里面做了一下 因为它整体发泡的速度不是很快 之后膨胀也不会很多 不会将整个的面板给挤坏 像这种 就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 像这种泡沫 其实整个的成本 如果大范围使用是比较贵的 像这种小范围的使用 还是非常便宜的 在美国很多房屋的保温 都是用这种喷涂发泡的方式 这个和大家所常见的发泡胶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两种组分 其中的A组分 是由很多种化工原料去勾兑而成 当A组分和B组分结合到一起的时候 就形成了这种泡沫 大家能够看到它这边挤出来 然后过了一小会 大概有个几十秒 就可以自然地膨胀 也就是产生了化学反应 挤在加强精里面 这样就不会对周边造成污染 而且再挤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小心 不用特别多 就这一小条就可以 有一个位置支撑顶出来 那这块板筋 就不会再次地凹陷回去 像这两个车门 肯定是要全部重新做漆的 而且 后门大家也可以看到 比较惨 它主要就是一些刮擦伤 像这种刮擦伤呢 稍微做一下修复 然后打磨刮膩子 就可以 可能有些朋友又会说了 毕竟是劳斯莱斯啊 难道也刮这么厚的膩子吗 这么大范围的膩子 其实打磨之后 整体的造型 不会用到特别多 只不过这个面积 看起来特别的恐怖 而且 你们要想到一点 这也是为了省钱 因为有一些车型 大家平时常见的家用汽车 你买一个新的车门 可能跟你做这个 二手车门的价格差不多 但是对于这种豪华型轿车 特别是劳斯莱斯这种 你一定要躲着点走 它的车随便那个地方一坏 那都是要上万的维修费 而且 这辆车也跟大家说过 事后反正是要做租赁使用的 内部又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外观方面 经过简单的修复 最便宜的修复 让它能够达到使用的效果就可以 这边开始刮逆子 这个刮逆子 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其实整个流程 很多朋友都已经很清楚了 只不过在这种豪车上面 去这么大范围的刮 就像刮墙一样 大乖还真是第一次见 而且 你们要知道 像这种原子灰 一般会刮两次 而且 两次打磨的过程 也是特别的痛苦 因为面积确实是太大了 它利用到所有刮板 全都是大型的 没有像平时一样 就是它手拿的这种小刮板 包括打磨用的砂纸 大家能够看到 都已经做了一个加长的处理 它应该是三张叠到了一起 确实是打磨的过程太痛苦了 对门槛进行一下保护 因为门槛这个部位 并没有伤到 不要伤到它的车漆 要不然重新做漆 也是非常麻烦的 后门和前门的处理方式 都是一样的 这辆车最具有看头的 还是后门往后门槛这一部分 因为之前这一块受损 也是特别的严重 不过进行了一些板筋修复 为什么跟大家说 最有看头的是后面呢 因为后面 大家要知道 有一个轮煤 对于轮煤这一处用蜜子造型 是需要一些手艺的 因为它整体刮图的蜜子比较厚 所以它有可能不会进行 第二次的刮蜜子处理 其实这样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按照正常的流程 会进行两次 第一次呢 刮一次大型 第二次呢 去做一下眼灰 主要的目的 就是对于第一次做的大型 它上面会有一些缺陷 对这些缺陷进行一下补充 这边门槛的部位 还需要往上再打一下 因为在它接到这辆车的时候 它就说我需要在那个位置 一直都给它打磨掉 这边车门也已经拆出来了 还要继续进行打磨 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刮蜜子了 车门拆下来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这个车门是反开的 所以对于后部的维修的时候 它有一点碍事 而且也需要重新 做一下底漆 做底漆的时候 直接在户外进行 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做完底漆之后 在喷面漆之前 还需要进行一下打磨 这边是擦一下处理剂 之后就喷底漆 要是做面漆 像这种车 肯定不可能在室外的 因为在室外灰尘比较多 这个面漆喷出来的效果会非常差 同样还是灰色的底漆 这边用绿纸去过滤一下 现在一般修车 都是选用灰色底漆了 因为不管面漆是什么颜色 它都比较好遮盖 如果你非要选用黑色底漆 那么你喷白色的时候 这个颜色再盖的时候就很麻烦 不过也是可以的 一般就要选择一个跟你面漆相对来说 比较好盖的颜色就可以 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而且像这种喷完底漆之后 还要在上面再喷上一层引导底漆 其实就是拿黑色的自喷漆 胡乱地喷几下 在后续打磨底漆的时候 方便你做出一些区分和标记 你能清楚自己那块打磨过了 以及那块没有处理过 底漆是喷涂了两次 现在在喷的就是引导底漆 只需要薄薄的一层 上面有些黑色的漆点就可以 现在大家看到这种程度 相信也能够接受这两个车门了 轮煤腰线位置 用胶带标记出来 然后再去打磨这个逆子 剩下就是用塑料布给全车做上一个保护 接着再去喷涂这片区域的底漆 之所以要全车做上保护 也是为了防止飞漆 毕竟在这室外 难免会有些微风吹过 其实飞漆之后 也是比较好处理的 做一下抛光 然后再重新做一下打蜡就可以 不过比较麻烦 还是尽量少花一点钱 多用一点塑料布而已 像有些修理厂 还会用那个报纸 其实他们最后 修复的样子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效果看起来 就不如用塑料布保护的 会让人感觉更舒服 这边是晾制的车门 这个位置 同样还要进行一下烘烤 因为他们那边的天气比较潮湿 撕除全车的保护 由于自己 没有喷漆房的缘故 所以 Tim在外面租了一间喷漆房 并且 车身的油漆 也交由喷漆房的油漆师傅 来进行了处理 同时 内饰也进行了重装 原本想着换装一套黑色的内饰 可最终 还是采用了原车这种米白的内饰 大乖 觉得他这个选择非常的正确 现在 Tim就是要把车子 开到附近的自助洗车站 给车辆做一下清洗 毕竟这车买回来之后 还没好好洗过 将车辆清洗完成以后 咱们在一起沉济时欣赏整车修复后的一个效果 劳斯莱斯确实就是劳斯莱斯 这么多年了 这个风格一直都没怎么变 设计语言非常的深入人心 在马路上一看 就知道这是劳斯莱斯 不管是男的女的 还是老的少的 人家就知道这个劳斯莱斯 就知道这个车厉害 就知道这个车高级 这就是品牌注入的一个过程 而且 如果Tim不说的话 谁又能想到 这是一辆2005年的车子呢 大乖当初第一眼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还以为就是一辆新车呢 咱们本期的内容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要非常感谢Tim提供的素材 如果各位朋友想看Tim更多的精彩内容 可以去他的频道观看 频道链接在视频下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